sing you always know baby but you never answer cause every seat with the other 嗨 大家好 我是Gin 那節目開始之前同樣希望大家把簽到兩個字打在屏幕上 好的 那我手上拿的是這個 Insta360 ONE X2 這一款360相機 那其實它已經出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知道 那應該是去年年底的時候的 這樣一個產品 那我在網上找了一圈都沒有它關於這個 飲食實驗室的一個具體的大家做的這樣一個集合 就是它所有的這些玩法的一個集合 那這邊的話我挑了一些就是我認為比較好的 這樣一些好玩的玩法 做了一個集合以及怎麼樣使用的這樣一個教程給了大家 那希望你會喜歡 那首先第一個模式我們叫做這個分身模式 那你需要做的只需要你把你的這個360相機把它打開 然後放在比如說 這樣一個位置 那當你放好之後你只需要把你的這個拍攝模式改為5.7K 然後30幀每秒做這樣一個拍攝 你需要做的是離這個相機大概有2米的這樣一個位置 然後圍繞它做幾個定點 那比如說你在這個位置暫10秒 然後到下一個位置 然後也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暫10秒 然後這樣做一圈之後它就會給到你一個多人分身的這樣一個效果 那我們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第二個效果的話我們叫做這個多幀延遲 那同樣的你需要做的還是把你的這個360相機改成5.7K 30幀每秒 然後你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些你認為搞笑或者是搞怪的動作 然後圍繞這個相機走一圈就可以了 那最後的效果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場景我們叫做這個定格動畫串燒 那你需要做的只需要把你的這個相機垂直往你的身邊這樣放下來 然後這樣一個位置 那很自然的一個情況 那你就往前走 然後每一個場景的話你需要走大概40秒 就一直往前走 要錄製40秒 那最後的話至少你需要錄製三個場景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 好的那下一個效果我們叫做這個移動分身 那你需要做的也就是把這個相機放在一個固定的位置 你離它差不多大概2米左右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平行從它旁邊走過 或者是圍繞它做一個動作 那你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效果 那接下來的一個操作我們叫做這個效果叫做閃電俠 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這個自拍桿拉到最長 然後這樣扛在你的尖頭 然後往前走 那同樣採用5.7K 30幀的這樣一個幀率來拍攝 然後大概錄製時長大概在2分鐘左右 你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效果 好的接下來我們叫做定格動畫這樣一個效果 那同樣和之前的那個定格動畫串燒一樣 那你這樣往前走 手臂自然下垂 然後把相機放在你的側面 往前走大概錄製2分鐘左右就可以 只需要一個場景 那你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效果 接下來的一個效果我們叫做雙重小行星 那同樣的相機找一個固定位置固定好之後 你需要圍繞你的相機走大概走2圈以上 那距離大概在2米左右的這樣一個位置 你可以得到這樣一個效果 那最後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個效果的話 是叫做時空反轉 那你需要做的現在就是找一堵牆 那你背靠牆的話用你的這個相機 從左往右或者是從右往左這樣畫一個半的這樣一個半圓 那你要記得就是方向一定都是一致的 那你的任何場景比如說你從左往右 你都是需要從左往右 那需要多個場景來做一個處理 那你可以得到這樣一種效果 好的那希望你會喜歡這一節目 那我做的只是把這些各種效果的一個集合做給大家 因為在網上不好找到就是所有的這樣一個集合的效果 以及你用什麼幀率這樣的一個總結 就很少有看到UP主在做這個內容 那我今天給大家做一個總結之後 希望對你以後使用這個Insta360 YX2這個360相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幫助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